- 肥又油的Stay 大家好 歡迎來到茶米餅 我是阿炳 今天這支影片是想要Follow-up一下 我幾個禮拜上傳一支我只吃肉的影片 那那支影片上傳之後呢 就有很多身邊的朋友問我說 到底吃純肉要怎麼開始 他們看了之後蠻...蠻振奮的 然後也想要試試看 吃純肉這個東西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真的要下定決心 開始吃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要某種程度的勇氣 那我後來想一下 真的耶 吃純肉好像對新手 或是不要說新手啦 對剛開始一開始跳入這個純肉的世界 其實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加上茶米小姐 最近也開始吃純肉了 已經快吃滿一個月了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想要給這種 還在猶豫不決 想要試試看吃純肉 但是又沒有辦法下決心 那希望你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你就會更有信心更有把握的 可以開始挑戰這個純肉飲食這樣 好 那說一下Disclaimer 我們不是醫生 也不是medical professional 那在做任何的飲食改變之前呢 請先衡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假如你有任何的不確定呢 還是一樣 請找專業的醫生 或者是營養師 請他們做console 那我們這個影片呢 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 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吃純肉的背景 那我呢 吃純肉到現在已經差不多100天了 那其實也算是一個半新手 不過這個100天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那茶米呢 我剛剛講了已經吃了 進入了第四個禮拜 所以我們兩個人加起來 吃純肉算是有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先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兩個人都有非常明顯的 體脂下降 體態變得比之前好很多 現在的身體狀況就是 運動完痠痛恢復超級快 之前可能要痛一個禮拜 然後現在可能痛個兩天或三天 然後精神有變好 之前沒有五歲 就會相信是走肉一樣 最近這一兩週又發現另外一個 純肉帶給我的身體極大改善 就是我的那個智能床 它有一個側打呼的一個錶 我在吃純肉以前 打呼的狀況是真的很高 然後我在吃純肉之後 我的打呼幾乎快要被改善到沒有 反正就是在吃純肉這一段日子呢 很明顯的感受到身體 還蠻有感的進步了 所以呢 想要維持這樣的狀況 是蠻有動力的 我覺得想要吃自己 可能當你感受到好處之後 就不難去維持 那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講就是 假如你要開始吃純肉飲食 假如是一個月為目標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前面 第一個禮拜 你先專注力就是去買你最喜歡吃的肉 你假如很喜歡吃ribi 你就多吃點ribi 網路上可能會說 你需要吃電解脂 你需要吃內臟 你需要去注意什麼營養均衡 你假如才剛開始吃純肉 你身體的營養不會有什麼任何的deficiency 所以其實你只要focus上吃自己喜歡的肉就好 先去感受一下吃肉是什麼感覺這樣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你剛開始吃純肉的話 請你遵守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肚子餓再吃 假如肚子沒有餓就不要吃 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茶米一開始其實就是沒有乖乖這樣做 對 因為我想說陪小孩吃飯 最後三餐都吃 然後就有點吃不下 當你吃純肉 三餐都照時間吃飯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陷入一個 好像還沒有很餓 然後就開始吃肉 然後肉又非常有飽足感 所以你就會一直感受不到真的餓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陷入一個 我到底在吃什麼時候的焦慮感 那茶米前面一兩天應該有這種感覺 有 然後是不是後來到我跟你說 你不餓你就先不要吃 然後到你真的身體已經開始感受到說 我肚子餓了 你會很有那個真正的飢餓感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進入那個 OK我大概知道什麼叫做吃肉吃到飽了 然後什麼叫做 身體告訴我自己肚子餓的感覺 第三個建議呢就是建議要吃純肉的話呢 買的冰箱一定要儲備很多很多雞蛋 我建議大家不要去買最便宜的蛋 可以多花一點點的錢 其實好的蛋跟不好的蛋價錢差一些 可是好吃的程度可以差好幾倍 你買好的蛋那個蛋黃打出來 哇光驕 就是那個橘色的 對你做什麼料理都好吃很多 然後蛋呢又是一個又方便 補充油脂然後百變料理 也會有飽足感 也會有飽足感 是一個基本上只要有蛋 會讓你隨時冰箱打開都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 對 它是一個讓純肉飲食能夠有不同變化的很重要的一個食材 沒錯 所以家裡一定要準備很多很好蛋 那第四個小建議呢就是 我只要一開始吃純肉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會很不確定自己在幹什麼 所以我建議就是假如你一開始試的話 你就每天上網每天多學習一點純肉的知識 因為它不是就只是吃肉 它有很多知識需要去學習 就是有一些飲食觀念 那我覺得光就吃肉 你可能還要知道一下身體會遇到什麼狀況 然後你需要注意什麼 然後也可以吸收一下純肉食物 你會發現台灣或許沒有 但是在美國吃純肉的社團 或是族群其實蠻巨大 然後你去接觸他們你就會發現 很多人都非常推崇這個吃法 你閱讀這些知識的話 會讓你心裡知道說這件事情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些學者的支持的話 會對這一道路蠻有疑問的 我會分享一些大家可以看的頻道在影片資訊欄 順便練習一下英文 對第五個非常強烈建議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請你在開始吃純肉的一開始 我知道大家在開始的時候都不願意做這件事 但請你一開始就去記錄你最當初的體態 把衣服脫光在廁所拍一下自己赤裸的樣子 假如你有趕快吃純肉飲食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不用很久 很快速的你的體態就會有肉眼上的明顯進步 那你假如有前後照片或是影片 那個對照組你就會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因為是眼睛看得到的你體態改善 那我覺得這個給自己的鼓勵會是 所有人吃純肉其中一個最大的動力 然後再來呢下一個建議是調味料 很重要 我覺得一開始想要吃純肉的人 可能會上網看一些資訊 然後就會想說哇我不能吃植物 那我很多東西我都不能加 不要管他們 OK 就是放輕鬆的吃 一些有植物性的調味料 甚至有一些有糖的醬料 我覺得你多多少少真的很喜歡 可以讓你多吃肉 堅持下去的話 加一點無所謂 不會因為用一些調味料 醃料 然後就會直接破崩 除非你吃純肉的目的是要改善你的免疫系統 或是糖尿病 那假如是因為這種因素你要吃純肉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就要嚴格一點 可能就直接吃Liantide 再下面一個建議是 每一餐你準備的主食是肉嘛 那我會很建議大家 剛開始吃純肉的話 你不要只準備一種一種肉 至少兩種到三種 譬如說牛排 配個荷包蛋 配個蝦子 配個干貝 配個魚 反正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剛開始純肉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建一塊牛排 事不知他沒有辦法一餐就只吃一種東西 他到最後就覺得非常的 膩 你知道亞洲的飲食就是要很多道菜 自己做出來那個很多道菜 懷石料理的感覺 他就會覺得吃很開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然後再來呢 給大家下一個建議是 請 提早想好下一餐 我覺得這純肉最崩潰的時候 就是你肚子真的已經很餓了 然後你打開冰箱 發現你的 冰箱 要嘛沒有肉 要嘛就是肉都沒有解凍 你臨時要再忽然想要煎個牛排 牛排是冰塊 你就沒有東西吃 那個時候 你就真的會因為飢餓想說 那我就好啦 隨便吃個東西 你就可能會破功喔 非常可怕 請你一定要想好下一場要吃什麼 不要肚子餓才說我要吃什麼 因為肉解凍需要時間 不要把自己放到一個 真的還餓 因為食材沒有準備好的獎勁這樣 再下一個是第九個 第九點 之前影片應該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 吃純肉我們會吃零食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再強烈推薦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吃的幾個零食 這一個 這一個牌子的豬皮 這叫做 這個豬皮是我們現在目前找到 市面上最好吃的豬皮 它真的是鹹度剛好 然後脆度也剛好 然後那個油膩度就是 喔 就是 我有給沒有吃純肉的朋友吃 他就說這個東西就是 真的很像一般養育片那種零食 好吃 那第二個呢就是純肉冰淇淋 那純肉冰淇淋其實非常簡單製作 我會把食譜放在影片資訊欄 不過基本上做法就是 一杯鮮奶油 配上兩個蛋黃 然後加上幾滴的香草精 再加上一點點的海鹽 那你假如要調甜度的話 你可以加一兩包那個 代糖 然後你就用做冰淇淋的方式 放到冰淇淋機 或是放鹽 鹽跟冰 然後就把它攪 喔那個冰淇淋真的是好吃到爆 而且超級健康喔 有種覺得怎麼可以 吃純肉還吃冰淇淋那種爽感之外 我覺得它也是算是 如果我害怕吃太多肥肉的話 那是算是補充我油脂的另外一個好的方法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電解質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 純肉的時候都會有點頭痛啊 身體不舒服 沒精神啊 感覺怪怪的 那假如你有這種感覺 很高的機率就是 你的電解質攝取不住 那你去買 Kidochow Electrolife 或者是現在很流行 純肉的community很流行 叫做ELEMENT的牌子 LMMT ELEMENT 那你假如又補充電解質的話 基本上身體不適應感 尤其一開始的時候會少很多這樣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講到一開始是純肉的 我知道很多人在試一個新的飲食 就會每天都去量體重 很希望可以自己 趕快看到體重下降 但是吃純肉 太糾結在體重其實不太好 反而是應該要把助力放在體態 我覺得應該要注意自己的 腰圍有沒有變小啊 肚子有沒有變小啊 跟自己的身材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體重倒是未必會掉 像我自己體重其實是沒有減 不過體態是有明顯改善 不要糾結在那一兩公斤的重量 然後再來呢 要跟大家推薦一個 我覺得你要吃純肉飲食 我覺得你當然應該要 要買的東西 那我上一個影片沒有講的 是這個 現在手上這一罐呢 是專門測 同體的一個驗尿紙 那它這個紙很酷就是 它上面就有不同的顏色 那你假如是還沒有 體內還沒有同體的話 你的四指測出來就是尿尿的顏色 然後隨著你同體越來越多 它就會越接近紫色 粉紅色 那吃純肉的原理呢 就是希望你身體能夠進入一個狀態 叫做Fat Adapted 就是你的身體開始用 脂肪當作你的Energy 那怎麼樣知道你怎麼進入Fat Adapted呢 就是你要進入生酮的狀態 所以有這種四指呢 可以讓你很容易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進入Fat Adapted的狀態 那茶米呢 天賦異比 他在吃純肉的第二天 就進入了 他的同體就高到不像話 然後 那我們怎麼知道呢 就是靠這個厭尿的四指 那再來呢 要跟大家講幾點呢 就是吃純肉飲食 社交方面會遇到一些困難 假如你要吃純肉飲食 我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不用出門在外 一直跟朋友宣傳這件事 尤其是吃飯的時候 你不要再給飯局 你跟大家說 欸 我在吃純肉 就是不要當怪人 不要一直不合群這樣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 是沒有辦法接受純肉飲食的這種 極端飲食 尤其是長輩 有很高機會你直接跟他們講 他們會 直接開始罵你 拿自己身體開玩笑 對 你可能會把自己身體搞壞這樣 低調吃就好了 不用大肆宣傳這件事 這是一個好得帶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帶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要是跟朋友有飯局 那在吃純肉的這些日子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 需要的話 我們會先吃飽再出門 嗯 就你到那個地方 也不餓你已經吃飽了這樣 就真的去聊天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真的不行 比如說你去個婚禮 就要吃wedding cake 那你就吃啊 吃純肉飲食 不會因為你 多吃一小塊蛋糕 或是多喝一杯手搖杯 你就破功 或爆掉了就算了 It's ok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心理層面的建議啦 假如你今天真的有準備好 要讓你的朋友 或是親人 或是身邊的人 知道說你開始吃純肉飲食 請你心理準備好 他們一定會說 覺得你瘋了 尤其是你住在台灣的話 他們絕對會說 What's wrong with you? 台灣對於純肉飲食的 資訊實在是太少了 大部分人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飲食 所以你的心理狀態要很強 不然就低調詞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 你瘋了 你這樣大便已經打不出來 好那講到大便呢 如果你便秘 那你可以問一下自己 是不是吃太多起司 跟一些乳酪 這樣乳製品 那假如你有便秘問題的話 你就盡量把這些東西少吃一點 然後多吃一點紅肉 油脂多吃一點這樣 假如呢 你只是排便的頻率下降呢 那是很正常的 我跟茶米呢 現在正常的 上大號的頻率是 我應該三四天才會去 上一次 那你的話更久對不對 對 我可能到五天或六天才會上一次 對 然後再來 第十九個 就是 新手tips呢 就是 你一定要 找到自己喜歡的辣椒醬 那這罐已經快吃完了 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越南的辣椒醬 叫做 色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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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這個後面都是沒有什麼 sugar 基本上是零卡的一個辣椒醬 雖然它的零卡 是out of one teaspoon 零卡 我覺得它要是吃很多 還是有一點點熱量 然後茶米比較喜歡這個 叫做 charrula 那這個一般 人家是吃那種 taco啊 或是 雞翅啊 什麼的 反正呢 找到一罐自己喜歡的辣椒醬 當你的肉 稍微煮失敗的話 你還是 可以把它吃龍這樣 很快就來到 最後一個建議 我覺得每一個人 你假如想要開始吃純肉的話 或者是你已經開始吃純肉 吃了一陣子 反正你很自然而然的呢 就會變成煎牛排高手 所以你一定要 學會如何做好吃的牛排 假如你是喜歡吃素肥派的 你就去投資一下素肥棒 你假如是喜歡吃那種 Reverseer的話 請你買一個好的鑄鐵鍋 或是一個好的噴槍 然後你假如是喜歡 吃煙燻的話 投資個smoker 你假如只是喜歡快速很準的話 速度不快的 你就去投資一個好的氣炸鍋 假如會煮好吃的牛排 絕對會增加你純肉飲食的 成功率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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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們吃純肉 我吃了100天 茶米吃了一個月 我們兩個人 接出來的20個 給新手的小建議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吃純肉飲食 煎脂順利成功 我們之後準備要來 製作那個 他吃30天的紀錄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目前說滿多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影片 OK 好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